來 2008年結婚 對 十年了 所以在這之前 義大利文怎麼樣 是零 零 完全不會 可是他們講英文 你根本聽不懂 所以還是我們自己學義大利文 比較實在 其實義大利菜 它整個就是一個地方菜的概念 然後義大利人對他們做菜 都非常的怎麼說 很仔細 很認真的 波隆納人 他甚至把他的波隆納肉醬 拿到法院去公證 青醬它其實是義大利的西北 有一個叫熱納雅 專門的食物 他也有認證 OK 所以你一定要用熱納雅產的 羅勒葉 OK 每一年在熱納雅這個地方 他們甚至會辦世界傾向搭賽 有一年就有一個參賽者 他還帶了一個小罐子去參賽 他就說這是他的祕密食材 他把它一打開 他說這是熱納雅的空氣 需要讓我看看 化妮布 悅觀 英文 歡迎收看《夜叢冷危機》 我是火光遠 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 他其实是半个意大利人 他是意大利媳妇 好吧 他其实是台湾人 可是嫁到意大利 OK 那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特别请他来 因为台湾对于意大利的饮食这个问题 意大利的整个风俗文化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在意大利住过的人 来跟我们讲解这些事情 他就是杨妇儒 妇儒欢迎 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嫁到意大利几年了 十年了吧 2008年结婚 对 十年了 所以在这之前 你意大利文怎么样 是零 零 完全不会 到那边之后才发展出求生术 因为在意大利 不会讲意大利文真的是死路一条 没有人会帮你的 所以到我那边之后 他们也不讲英文对不对 讲 可是他们讲英文你根本听不懂 所以 还是我们自己学意大利文比较实在 OK 去意大利结婚的台湾男生多不多 很少 但是意大利媳妇就是台湾女儿 嫁到意大利去的女生倒是有一定的比例 OK 对 不过我的城市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城市在哪里 我的城市是一个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城市 在威尼斯的南边叫做拉威娜 拉威娜 所以你的意大利文是因为婚姻 然后你就额外的又多了一国语言 对不对 不是耶 其实是因为求学的关系 就是说我的求学路比较曲折一点 我本来是在台湾念学士 在福人大学 然后后来到英国的牛津大学 都是用英文来学习的 不过后来意外地申请到了意大利的博士班 我在意大利念的是大脑神经科学 所以是用意大利文来求学的 这个是完全跟你以前语文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对 因为其实刚开始学的是 中学习 就是学士是德文跟英文 其实德文是一个相对容易学习的语言 反而意大利文 刚开始学的时候 真的是吃足的苦头 当初这些大脑神经科学的这些学问 现在用得上吗 其实有 我前一阵子才写了一篇文章是 就是关于人的大脑怎么样去解析图像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常问自己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说我一路上来先是念文学 然后后来到英国去念了语言学 最后转到脑神经科学 但是我现在做的事 全部都是跟食物相关的 到底我的博士班的训练有没有关系呢 可是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所有东西后来好像都在盘子里面找到答案 我觉得在博士班的训练 其实最大的帮助是帮忙你找答案 因为现在不管在写作的过程 或者是在研究食物历史的过程 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人会给你答案 你的答案要自己去寻找 所以在博士班的训练 当然它的学科是大脑神经科学 可是它你怎么样去找到答案 然后往一个地方去深究 然后最后你找到一个 你觉得合理的解释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训练 可是我的很好奇就是说 是 你的脑神经科学 跟你最后跟餐饮这一块 尤其是意大利这样子的餐饮这一块 它中间是怎么去做结合 我的意思是说 脑神经科学再好 它会帮助你做菜吗 它会帮助你认识更多的食物吗 目前当然还不行 可是我在我念PhD的时候 因为是临床 临床的时间 所以我接触很多是因为中风 或者是脑伤之后 失去语言能力的病人 这些病人其实当时我在研究的时候 是研究他语言附件这一块 OK 好 但是我发现在他们生活的乐趣上 它在语言上面 在人际上面不能得到成就感 可是吃东西或者是从食物上面 它却可以得到很大的慰藉 当然这个也许会是我之后 研究的一个方向 但是目前为止 它当然不会在我做 菠萝娜肉酱的时候 跑来跟我讲说 你的大脑现在是左脑开始动了 还是用脑开始动了 对 OK 讲到菠萝娜肉酱 因为我知道意大利的食物里面 像肉酱这种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不对 我自己的概念里面 以前我在美国认识的意大利妈妈 意大利家庭 每次去吃饭 永远是跟肉酱这些有关系 肉酱 菠萝 你刚刚讲的菠萝娜肉酱 它是一个地名 再加上一个食物名 对 其实意大利很多有名的菜 它事实上是地方菜 你去想一想 我们说炖饭 你会想到什么地方的炖饭很有名 米兰的炖饭 是吗 牛西 或者是讲到披萨 什么地方的披萨很有名 是 对 然后讲到肉酱 菠萝娜肉酱 所以就像光远刚刚说的 这些名菜 前面都会加一个地名 其实意大利菜 它整个就是一个地方菜的概念 然后意大利人对他们做菜 都非常地怎么说 很仔细 很认真的 像我在书里面提到 这些意大利人 菠萝娜人 他甚至把他的菠萝娜肉酱 拿到法院去公证 是吗 对 他拿到法院去 申请了一个 那公证什么东西 就是说这样子做 你要用什么样的材料 用牛角肉 用猪角肉 然后要用半月刀去切它 然后要用茄子去炖 加一点点牛奶 加一点红酒 这样子的做法 才可以叫做菠萝娜肉酱 其他你没有照这样子的做 都不可以 都是盗版的 都是山寨版的 不可以叫菠萝娜肉酱 那你如果要开餐厅 你如果你的版本 并不是菠萝娜版本 会不会被告 所以吗 这就是好笑的地方 意大利人他们常常就是说 他对这个肉酱 他拿去公证了 或者是他那个小饺子 拿到法院去公证了 可是每一个家庭 都有自己的版本 谁也不符谁 你问意大利人说 你觉得哪里的肉酱最好吃 每一个人都说 我妈做的最好吃 可是我妈妈做的 跟你妈妈做的 跟他妈妈做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做法 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个性 存在着冲突 但是又很韌性 是意大利人很妙的地方 刚刚讲的菠萝娜肉酱 它的真正的认证的版本 里面一定有哪些东西 一定要有 我都称他们叫做 意大利蔬菜的三个要素 就是红萝卜 红萝卜 洋葱 还有芹菜 芹菜 然后洋葱 一定要是红萝卜跟芹菜的两倍 OK 它们的比例要是2比1比1 你要把它切碎 不是用刀乱切 胡乱切 你得用半月形的这种刀子 它们叫做一半像月亮一样 你就这样切 蔬菜也要这样切 把它切碎来 然后肉 一样用牛角肉 豬角肉 一样用半月刀 要把它切得不要同样碎 要有大小块 这样子炖起来才有 咬起来才有口感 然后你还必须要用茄汁 用酒 加一点点牛奶下去炖 红酒 白酒其实都可以 但是认证的 法院公正的食谱上 是要用红酒的 但是如果你去石家 妈妈那里问说 薄红纳肉酱怎么做 它们大概有一百个答案 因为妈妈还有妈妈跟婆婆的 所以它们到最后 各有各的说法 那真的是很复杂 不好 例如说像 例如说台菜里面 是 光是卤肉饭 没有人敢认证说 说这才是我们家 才是真正认证的卤肉饭 对 所以其实它们就是有 这样子的 对食物的一个认真 譬如说台湾的朋友们 应该都很熟悉 青酱 披斯特 对 青酱它其实是 意大利的西北 有一个叫热纳亚 就是这个里固里亚大区 它们专门的食物 它也有认证 OK 所以你一定要用热纳亚产的 罗勒叶 用松子 然后用乳酪 还有用大蒜 橄榄油 每一年在热纳亚这个地方 它们甚至会办 然后有时候你就去看那个 我会去参加那个比赛 看比赛我没有去参加做青酱 有一年就有一个参赛者 他还带了一个小罐子 去参赛 他就说这是他的秘密食材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 这个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他把它一打开 他说这是热纳亚的空气 这个厉害 对 他说我加了这个之后 我这道菜就是充满了这个 道地很接地气的风情 所以就觉得这些人很可爱 就是他对一样食物 当然有官方的版本 可是他们每一个人 也加入自己的创意 然后谁也不服谁 但是这些都是意大利菜的面貌 其实你自己在意大利 平常好奇的是 你主食是什么 是披萨类的东西 还是鲍鱼 面的东西呢 其实都有 大家可能不知道 意大利其实是 全欧洲最大的产米国 真的啊 是啊 所以其实吃饭也吃得很多 像我们台湾是米食文化 我其实是到了意大利之后 我才发现 米竟然跟我们的生活 有这么大的连结 但是对意大利媳妇 这个角色来说 在台湾的时候 通常你的刻板印象就觉得 它吃披萨 它吃意大利面 对不对 可是其实他们炖饭 也是很重要的料理 所以他们那边的炖饭 用的这个米 就是欧洲的米 特别的米吗 对 其实大家就 我常常这几年在台湾 做不同的厨艺课程 然后大家就说 我要怎么样用台湾的食材 来做意大利炖饭 我用台湾的米 可以做很道地的 意大利炖饭料理吗 其实可以 因为台湾的米叫做耿米 OK 对 它的学名叫做 Riso Japónica 耿米是原型的 那意大利专门用来做炖饭的 也是耿米 只是它的个头大一点 OK 淀粉质多一点 所以其实台湾的米 也可以拿来做意大利炖饭 效果也还不错 只是你在水量的调配上 要稍微注意一下 意大利的饺子呢 意大利的饺子 其实我常常觉得 台湾跟意大利 好像常常有这种很相似 莫名其妙相似的地方 台湾人吃饺子 对不对 然后意大利人也吃饺子 我们比较认识的意大利饺子 可能是方形的 譬如说Ravioli 可是其实意大利的饺子 千百种 有方的 有圆的 甚至有糖果形的 我前一阵子去上了一个 专业制面师的课 然后在那个制面师的课程里面 就学大概做了二十种以上 不同的饺子造型 还可以把它捏成三角形 金字塔形的 那饺子里面的馅是什么呢 对 在台湾我们包的是生馅 譬如说你可能包素的是粉丝 菜 对不对 但是荤的你就是包肉 或是包虾 海鲜 意大利也是 可是意大利跟台湾的饺子馅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包的是熟馅 OK 那这个很好玩的是 我们在意大利过年 会有吃这个年菜 其中年菜有一道很重要的料理 就是叫做意大利馄饨 OK 然后这个馄饨里面 我们是用高汤 鸡高汤 来当这个汤底 然后馄饨里面 我们包的是熟肉馅 但这熟肉馅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常常觉得 我婆婆很好玩 意大利的妈妈很有本领 她们做的菜其实 都不会浪费任何的食材 所以它高汤包好之后 它里面的肉是不是就不好吃了 对 所以她就把肉打成泥 加一点点蛋 加一点点乳酪 变成饺子馅 然后就包进饺子里 对 所以其实 她就是把这样子的食材 通通都吃掉 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其实我后来想想 意大利的这种婆婆妈妈的料理 跟台湾或是世界各国 这些料理里面 厨房的精神就是 我不要浪费食材 因为食材是很珍贵的 天地给的这些资源 所以其实像是我高汤的料 因为捞出来已经不好吃了 所以我就把它打成泥 或者是我家里有面包 托斯卡尼 佛伦斯 它很有名的一道沙拉 叫做农夫沙拉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其实是把已经干掉的面包 已经不能吃了 但是丢掉太可惜了 他就把它泡水 泡了水之后 它跟很好吃的蔬菜切在一起 淋上大量的橄榄油 就变成很清爽的夏天的料理 但是你就会问说 这个面包泡了水之后不是烂烂了吗 怎么还可以吃呢 它就是把它撕成像这样碎穴一样 所以就有点像这个农夫沙拉 或是面包沙拉这样子的料理 各种面包都可以 对 尤其是吃不完的面包最可以 OK 我另外很好奇 意大利像做高汤 除了食材之外 它们有哪些香料 就是丢到这个汤里面去 对 其实我带来的一样香料 月桂叶 OK 它长得是这样子 一片一片的 是 对 就是你可以闻闻看 就是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面 都会有种这样子的植物 香料植物 我们叫做ERBA AROMATICA 就是香草植物 不管是巴西里 或者是田螺勒 或是迷迭香 通常就是种在园子里 然后你要用去把它摘来 所以月桂叶是你在炖肉酱 还有在煲高汤的时候 都可以放进去的香料 像这个叶子我会摆到 例如说我自己做酱油酱的时候 会丢个两三片进去 就这样子 是啊 其他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用 在炖牛肉的时候 你做红酒炖牛肉的时候 月桂叶很好用 月桂叶其实不管 或是你在烤鱼的时候 你可以塞一叶到鱼肚子里面 是 你把鱼的肚子打开来 放一点点月桂叶 然后放一点点柠檬 放这个芝麻 叫做羊香菜 然后大蒜 再把鱼的肚子盖回来 叫做烤盘纸 烘焙纸包一包 我们叫做糖果卷 一样把它卷起来 放到烤箱里面二十分钟 一百八十度就好了 就可以吃了 所以你已经熟练到 大概几度、几分钟 都对你来讲就是直觉了 已经是直觉了 其实是经验了 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生活 跟意大利的生活 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在台湾 大家好像不太有时间 也不太有机会做菜 但是在意大利做菜是 你每一天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朋友相聚的时候 其实常常在台湾 朋友聚会聚餐 就是到餐厅 然后大家吃了饭就了事了 可是其实在意大利 我觉得生活里面很好 我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大家会一起做菜 然后我们利用做菜的时间 一边做 然后一边聊 然后到最后 我们就一起上餐桌吃饭 可以吃好久的 所以他们一顿饭 大概可以延长多久 三小时为单位 你这三小时不包括前面做菜的时间 不包括 只有吃饭 光是吃饭 就三小时 那时候很多菜不是都已经冷掉了吗 不会啊 所以我们就是一道一道做 意大利人吃饭 跟台湾人吃饭不一样 意大利人吃饭 跟我们吃饭的规矩 还有形式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前菜先吃 好 前菜吃完再吃所谓的 就是第一道 通常第一道就有意大利面 炖饭这些食物 碳水化合物 是 第一道吃完了吃第二道 就是第二道 OK 好 第二道就是蛋白质 鱼 肉 OK 加上contour就是配菜 可能是烤马铃薯 或是沙拉 所以你看 已经吃到第二道了 最后还有所谓的甜点 甜点 甜点玩咖啡 是 咖啡玩消化酒 所以要不要三小时 起码要三小时 三小时起码 所以一吃 那时候我爸妈 我们是中午开始吃 然后吃到吃完 十二点吃到下午六点 还没有完 然后一直延续到晚上 半夜两点 我爸就说 你这到底吃完了没 我可以回家睡觉了没 他已经受不了了 这个还没有提到酒 还没有提到酒 每一道菜都要换酒嘛 这个是意大利人吃饭的习惯 它一道一道上 那我们跟朋友相聚的时候 在家是不是就是边做边吃 我前菜做完了 我再去慢慢下个面 因为意大利面 你不是面等人 是人要等面嘛 因为面等人 它就不弹牙 不辣 就不好吃了 所以人一定要做得好好的 等面上桌 然后就把它吃完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 然后吃完一道 再做下一道 就是要慢慢弄 慢慢吃 好了 所以这是意大利人的方式 我先生来台湾第一次 爸妈请他吃台菜 一坐下来 我们不是有一个桌上 都有一个圆形的大转盘吗 是 他那时候还没有看过这个转盘 他就在那边玩这个转盘 就一问我说 这个转盘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 好了 坐定之后 啪一下 上了五 六道菜 他眼都花了 他说我要从哪一道菜开始吃 他不晓得 他没有办法理解 说我要什么时候开始吃饭 所以我们那一餐饭 大概十道菜吧 十来道菜 一个小时就吃完了 OK 对 所以是很大的不同点 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想不通 就是说怎么可以同时 这么多东西一起上来 然后不分先后 对 或者是他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吃不出 各自的味道在哪里 OK 我知道 对 因为意大利人对他们来讲 每一样菜的味道都是独立的 你必须要专心地去品尝它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 换盘子 换餐具 我再进到下一道 OK 所以你不会把前一道菜的味道 带到下一道 他们不会互相地混淆 你可以吃得出很鲜明 每一道菜它该有的味道 但是在台湾或者是中菜 我们就不这么吃了 对 我们就是吃完夾一下那个 然后再喝一下汤 所以对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文化冲击 你刚刚讲到消化酒就最后的 什么是消化酒 好 我不晓得光源 我们听过一种酒叫做GRAPPER 我知道 它就是消化酒的一种 其实这样子的酒 它是蒸馏酒 其实消化酒 GRAPPER它到底是怎么做 它其实是葡萄 我们拿来压成葡萄汁 葡萄汁是不是拿去酿酒 是 葡萄渣 意大利人是不把它丢掉的 OK 它把葡萄渣拿来再蒸馏 做成蒸馏酒 大概都是四十度左右的酒精浓度 从中世纪开始 他们当时的人就相信 我喝这样子的酒可以帮助消化 所以叫做Digestivo 饭后一杯 小小的一杯 可能10CC吧 20CC 喝下去之后通体舒畅 打个嗝 可以准备去睡觉了 因为他们一吃晚餐 都是吃到12点 1点钟的 吃饱饭就睡觉了 所以那个酒是跟前面的 餐酒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 它不是拿来佐餐的酒 OK 对 餐酒 意大利当然也是主要 也是红酒 葡萄酒 对 对不对 意大利的葡萄酒 它复杂吗 我是说品种 葡萄品种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意大利的原生种 原生的葡萄品种 有好几千种 这么多 非常多 像在我们讲到法国酒 你就会说 我知道有融合的酒 我知道有波尔多的酒 我知道有布根蒂的酒 可是意大利 它有二十个大区 每一个大区 都有它的葡萄品种 除了所谓的国际种 就是像索尾尼 索尾翁 或者是像西哈 这些所谓的国际种之外 它们有非常多的原生品种 都是从以前保留到现在的 产量很小 可能也不好种植 很难照顾 可是意大利人为了它的传统 他们是非常捍卫的 还是一样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酿成现在 以至于很多消费者 很难理解的葡萄品种 到现在都在做 OK 刚到意大利生活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念博士班 然后我念博士班的城市里面 新开了一家 Enotica 意大利文里面的Enotica 就是葡萄酒专卖店的意思 所以我进了这一家 新开的店 葡萄酒专卖店 我就说我想要买一瓶 法国的布根蒂酒 每个老伴的脸都绿了 因为我一进去 冲着他头就问 因为当时我还不会说意大利文 我就用英文问他 他已经吓死了 我生活的那个城市 已经很少亚洲人 前几个客人冲进来是亚洲人 不讲意大利文也就算了 还要买法国酒 他欺得要 他欺得要死 所以他 之后我跟那个老板 变成好朋友 我们常常就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当笑话奖 所以其实这就是反映 意大利酒 它是真的很难了解的 我也是住了十多年之后 才慢慢地进入这个国家的灵魂 它就是一个 然后它的葡萄品种 都是这么地特别 对 这么地稀有 每个名字又好长 对 非常精彩的 所以他们葡萄 这么多葡萄的品种 他们要出口到全世界 也不太可能 因为它量不多 对 其实意大利 不管是这个国家 或者是这个人种 都是很难理解的 所以它的食物也是一样 那大家一般理解的 意大利食物 可能就是披萨 或者是spaghetti 可能是在十九二十世纪 这个移民潮的时候 被带到美国 所以它就普遍起来 其实他们每一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地方菜 然后每一个地方菜 跟它的酒一样 完全让人摸不着头绪的地方 但是这也是我认为 意大利最精彩的地方 你在意大利 一定也常常逛菜市场 对 我每天买菜 意大利的菜市场呢 意大利的菜市场 我觉得全世界的菜市场都是 台湾也是 你一定要跟菜饭 跟这些生产者变成好朋友 你才拿得到好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意大利 赛市场上菜场 最好玩的地方 事实上是你去跟它聊天 它会告诉你这个季节 最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它也会顺便教你要怎么做 这道菜 它甚至还把食谱都给你 绝对是 他们有这种个性 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家 威尔蒂 他也是一个很爱做菜的人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好为人师的个性 他喜欢把他爱的东西 分享给人 威尔蒂曾经他送给他的朋友 他自己的农夫养的猪 他送了朋友一块猪尖肉 送过去的这个肉上面 他还附了自己手写的食谱 你必须要照着我这样做 不然我会生气 不然你这个肉会不好吃 那意大利的生产者也是这样子 你去跟他买菜 他就会跟你说 我的菜要这样煮才会好吃 不然它的味道会不好 所以忘记你看的食谱吧 你就是照我的去做就对了 很有意思的 如果一道菜里面有好几种食材 每一种食材的 他当初的老板 都附他自己的食谱的话 那不是太复杂了吧 你有一百个排列组 这样想想看真的是 上菜场是很好玩 很好玩 其实最大的我生活上的改变就是 我已经很少到超市买东西了 OK 因为我觉得到超市买东西 你找不到人聊天 我就好空虚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年我到 我回台北 然后是过年时间 过年的时候 我们家要办年菜 每一年我们家年菜都是我做 所以我到一个迪化街 迪化街去买食材 我看到一个食材 我从来没有看过 不认识的 它长得像柠檬的外形 可是吃起来像柳丁 我完全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食材 所以我就问了 卖这样水果的菜饭 我就说 阿伯这是什么 这样子 阿伯就说 你就吃就对了 这就是你在意大利的经验 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因为我好奇 就是在意大利的经验是 你去所有的地方 你买菜的菜饭 生产者 他都会跟你解释 他怎么做这一道 怎么种出这个食物的 我就问阿伯说 你这个东西你是怎么种的 这么好玩 可以种出柠檬的外形 跟柳丁的滋味 因为我家里有种 所有柑橘类的水果 你说在台湾的家 不 在意大利的原子 所以我知道 其实要给它良好的排水 然后要大量的日照 最好是沙土 特别适合种这种柑橘类的食物 水果 所以我就问阿伯说 阿伯你这怎么种的 我是期待他告诉我 他怎么种的 他跟我说 我用土种的 我就傻了 我就也不敢再问了 因为我很怕他说 不然你不要买好了 这么啰啰嗦嗦 所以两个地方真的差别很大 这些厨房的这些用具 是 对 其实这有几样特殊的用具 都是做面食的时候会用到的 譬如说像这一样是有滚轮的 它其实很好玩 我们通常在意大利做面的时候 我们会用的擀面棍非常长 在台湾我们看的擀面棍 了不起是三十公分 我们在意大利 在家里擀新鲜面皮的时候 两个原料 就是面粉 你要把它做成像火山一样 堆着一个火山一样 中间挖个洞 打蛋进去 就是擀成面皮 就这两个原料没有别的了 所以擀面棍多长呢 大概九十公分 所以你擀出来的面片 可能一点五公斤 最大 很大张的 大概就是跟一块布片一样 所以你一个一个去慢慢切 是要时间的 它是一次可以切成四块 对 另外看到的那个 那个像是木头一样的那个 这个什么东西 大家应该满熟悉一样料理 它上面是有一些条 钩槽 对 钩槽可以是 对 有一样很有名的 这个意大利的传统面食 叫做 马铃薯面角 OK 对 所以马铃薯面角 跟我们搓汤圆一样 我们把它搓成圆形了之后 因为太光滑的表皮 没有办法吸附酱汁 所以我们要在上面一滚 然后它就变得有 钩槽可以扒住酱汁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 做鸟薯的用具 越过越下面有两颗 那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 我们叫做肉豆蔻 OK 旁边这个是它的小模子 通常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 Cappuccino上面 除了撒巧克力粉 你也会撒一些肉豆蔻粉 它的圆形就是这样子的 意大利人他们在做白酱 或者是在烤菠菜 或是做南瓜料理的时候 撒一点豆蔻粉 是很香 很好吃的 所以研磨的那个东西 是 我看看 好 就有点像是日本料理里面那个 有点像磨砂米 对 其实是一样的 OK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 在台湾我们常常 看不到食物的原型 是 你买到的香料 它可能都是磨成粉了 对 我在意大利进了专业的厨房之后 其实我才知道 原来有五色胡椒 就是胡椒有五种颜色 绿的 红的 白的 黑的 然后还有一种特大颗的 肉豆蔻原来是这么大一颗 你要用的时候才磨 因为香料磨好了 放在那边跟乳酪一样 都一定是要现磨才香 才好吃 意大利人 我知道他们用很多的起司 在他们的料理上面 对 台湾的朋友们应该比较熟悉的是 可能我们在吃披萨的时候 上面会牵丝的 莫茲莉拉 对 那个是软质的乳酪 我们平常可能吃意大利面 上桌之前 炖饭上桌之前 我们会撒一点帕马甘洛粉 这个是硬质的乳酪 所以意大利的乳酪 也是有好几百种 像法国的总统戴高乐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掌管法国 因为它是一个有好几百种 起司的国家 意大利更多种 所以它的政治更混乱 意大利的起司其实要讲 是一个很庞大的主题 通常我们是会在前菜的时候来吃 光熟成的起司 硬质的或者是半硬质的 或者是软质的也是一样 很多种四五百种 所以它主要是下酒 下酒也可以入菜 也可以当甜点 因为其实我们会在 全部的菜吃完之后 拿出一个综合的起司盘 然后配有点像 台湾人熟悉的蜜饧 咸甜这样搭配当作甜点 所以真的 但是听你这样今天一讲 意大利菜实在是 这个学问太大了 如果今天在台湾 我们永远就点那么几样东西 哪天如果去意大利 那真的是 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 其实在台湾 我们熟悉的就是这几样 对 很多我的朋友 他们到了意大利之后 他们说真的吗 这是我在台湾 跟我在台湾吃的意大利菜 完全不一样 那其实就是刻板印象 OK 对 在台湾如果要发展 意大利的这种餐饮 它的同样的这种食材 可以互通的食材多不多 其实我觉得蛮多的 这几年我慢慢在台湾各地旅行 我发现有很多食材 其实是相通的 譬如说我们刚刚聊过了米 是 台湾的米其实像是台南的一个 其中有一个品种的米 它一样是台湾的梗米 它就满适合拿来做意大利炖饭 甚至是西班牙海鲜饭 其实我刚开始也觉得蹄鱼 不晓得光源有没有 我知道 味道很冲 对 很冲 但是这个是在意大利料理里面 一个非常灵魂的食材 不管你是做茄汁 或者是你跟花椰菜做在一起 是很重要的 OK 那我原生觉得台湾是没有蹄鱼的 但是其实现在在南方澳 有一种叫做大丁香的鱼 其实跟蹄鱼 这一个种类是非常类似 所以有很多罗马菜 就可以用台湾的 在地道不行的食材来操作 好 听傅如这样子一讲 如果有人更加乐意 在台湾发展意大利菜 好像也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绝对是 我希望反正对于一个爱吃的人来讲 我只希望说台湾能够吃到 各式各样的 全世界各地的东西 对我们这些 谈吃鬼来讲 那是最幸福的事情 我们今天 傅如很高兴 请到你来聊这个意大利菜 我知道你还有太多 其他方面的学问 也许我们下次再找另外一个题目 我们再来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光远 谢谢大家 谢谢 节目进入尾声 又到了光远的深夜日常 这个单元 记不记得上一次 我们请颜永能 跟他的打狗乱歌团来表演 那一次呢 因为他们上来一次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额外又请他们录了一条歌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颜永能 跟打狗乱歌团 每一回 看着一条的山 顶端的膏蜜 随意风下 两年好地 又到平安过一天 想要跟你说 辛苦到一山 每一面山 天气希望的顶儿会 每一面山 藏在阳里 典篇买咱过 人月台湾 没穿着淋担的显着白 黑黑黑去的天天 就会来 有一天有一天 我們看著我們的夢中人 認識我們的願受人 我們的小天老夢餐 有一天有一天 我們今天是我的金山 自由軟軟有尊嚴 永遠好命 有多恨 北冰山 嫌棘希望的燈子花 藏在暗裡 嫌嫌陪咱過 我們在臺灣 無心像金公的行李白衣 無暗過去天空就來 有一天有一天 有一天有一天 我們看著我們的夢中人 認識我們的願受人 我們的小天老夢餐 有一天有一天 每一天總 brom 我們小心 desenv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